而事实上现在吴魁眼前还要面对的就是八八风灾满周年的重建检讨了 就是在昨天行政院长吴敦毅说 原民朋友想要回原乡只是少数人的执念 那么执念这样的说法让很多的原住民大表不满 他们今天痛批有执念要强迫原住民下山的是吴魁吧 还说政府破迁的手法很粗暴 根本不把原住民当人看 甚至说吴敦毅不配当行政院长 央广八十二周年台庆 行政院长吴敦毅却花了好大的篇幅在解释前一天 他说少数原住民朋友执念要回到原乡居住 这一段话其实没有恶意 有部分人推动了这种比较执念 这是中性的语言 我没有讲折善固执或者折恶固执 我讲执念很坚持的理念 这是行政院长他本身有那个偏执 真正的执念是行政院长他本人 因为他不了解 而且是用他自以为意感觉良好的 使得部分的灾民他没有真正的离灾 只因为还留在那里 万一受灾了 良心会不安的 我只是在昨天有感而发 我出自我肺腑的这个讲法 这个是可以接受大家的检验跟评论的 其实原住民不是傻瓜 原住民也不是愿意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在山上原住民是比武敦义知道要怎么样寻求安全这个地方 不管武敦义怎么解释已经来不及 原住民心中对政府重建归宿破迁灾民的熊熊怒火 已经交不息 这个是对原民来讲是一种非常粗暴的 而且你也不了解 而且也从来没有把原民当作人看 就好像说 中共用了几千枚的飞弹对准台湾 你不对这个中共呛下 却要台湾人民说 那我们就干脆离开台湾 国家的最高新的所长已经不配 八八风灾届满周年前夕 原住民各族部落领袖 齐居一堂凝聚向心力 拒绝接受马政府的灾区重建 一味的把汉人观点强加在原住民身上 民事宣言举告人秉咒台北报道 谢谢